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今天這個影后壇 就很高興、很榮幸 邀請到我們秋天暱童話的監製 岑建勳先生 還有羅啟裔編劇 張遠亭導演 張遠亭銀行 張遠亭會為我們做主題 我們將此中有約70分鐘左右 然後我們還有30分鐘的問答環節 到時代言的觀眾都可以問問題 同時直播的朋友如果有問題想問 都可以在Facebook留言打下 到時我們會選幾題來問四位嘉賓 好 大家到時就把握機會了 我現在都將時間加回四位了 謝謝 好 多謝Tweety 當然更加是多謝三位嘉賓 其實我今天做主持 主要是 都是在那裏聽大家說話 因為真的很想聽 導演、編劇和總裁 因為我今天會叫沈先生做總裁 為甚麼呢 或者稍後導演會解釋一下 所以我就將這個時間交給三位 或者由Mabel 你先講開始 講一下這套戲的緣起是怎樣 怎樣會拍攝等等 抱歉 總裁剛才算下 他說已經有三十五年了 其實我真的很高興那時拍攝了 因為那時我想記錄我讀書時的紐約 還有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叫曹皮凌 即是周潤發的原型 他的親戚現在都有坐在那裏 他自己就不肯來 就說 免得曝光 你知道他多驕傲 他在香港 但他不來 裝高貴 你知道他很高貴 我看回到我都覺得 那時候還好在拍攝了 因為現在紐約已經不是一樣 演員當然不是一樣 情懷都不是很一樣 所以所有在我們記憶中的東西 在電影上可以永遠保留下來 還有永遠做一個懷念和紀念 其實正如你所說的 其實真的保留了很多東西 正如你所說的紐約 一代香港人的情懷 一代中國人的情懷 還有之前那個時代 這次再看回 看到很多東西 又或者問一下Alex 直接叫他 編劇 Alex 你當年寫這個劇本的時候 好像曹皮靈 周永帆 他那些對白很生動 很多都是我的朋友 曹皮靈 他本身平時口頭善 當然加上一些我平時聽完 聽完的那些 他們不斷說話 有很多不同形式的中文式的英文 英文式的中文都有 那些生活習慣 黑比白之間的關係 是的 我當時都很熟悉的 因為我們兩個是幾乎他們 整個唐仁街的 那些古學界的唯一讀過書 他們有些什麼事 被政府告 被市政事務處說他們是阻街 收到的英文稅 不懂得看就讓我們看 他們看完之後就告訴我 你叫你不要等他 垃圾樓在街邊 於是每天他們就很請我們吃飯 其實好像在做義工橋嶺 那樣的角色 有錢收的 我們有幫他打工的 當然我們不是做酒粉那些 是嘉麗影視 租路影帶有月薪的 800元一個月 800元很高貴 800元美金 當堂生活已經高貴 穩定了很多 好像想起來 其實很有趣 我聽見你們說 你們在影視店 而影視店 就是 China Town那些人 各個都離開了 正正那段時間 由電影過渡到一個 可以自己控制來看電影的階段 以前看電影一定沒有辦法控制 但你去看錄影帶的時候 我可以停 我可以快速 等等 其實是一個很容易 而那個也都看到 那個香港電影 就將所有人 帶在一起那樣東西 其實當時你可以這樣說 嘉麗影視 分兩個部門 一個就是宣傳部門市部 那個就是張謙廷 副任總經理 另外有一個製作部 那個就比較黑暗些 就是躲在一間房間裡 就將那些碟子 一直不斷過著錄影帶 那就是我 那就是 翻版 是的 所以那時候 我相信全香港和新界 沒有人看得多過 湖海爭霸錄 多過我 因為我不斷錄錄 30集 30次 就分配給全美國 30個不同的 有錄影帶租的地方 然後就說 陳謙廷做送貨 整個集團式 好厲害 好厲害 那你要問問總裁 沈先生 那你當初 因為我們去年 資料館就做了 德寶公司的回顧 你當時 接觸到這部電影 或者你講一講的經驗 我想先問一個問題 剛才跟阿遠亭說 我剛剛是35年前拍的 1986年在紐約拍 我也不能去 因為我要去花蓮拍中華戰士 其實就是因為拍這部電影 本來中華戰士 楊梓琴本來是發仔的 我就讓你們去拍這部電影 幸好 很危險 因為我只有一部合約 剩下發仔 我就說不行 這部電影一定要是發仔做 不是發仔做不到 我想問一個問題 應該有些未出生的 實際上第一次看的 有沒有人舉手 是第一次看 以前未看過 完全未看過這部電影 都不奇怪 可能有些未出生 小時候 很有趣 這個劇本很偶然 因為我有一個好朋友 叫陳冠宗 我跟他們 在街廣大 陳冠宗有一個跟我說 有一對 我認識他的 那時候他在港台拍過電視劇 我認識阿羅 但完全不熟 非法移民我有看的 第一次拍一部電影 陳冠宗說他們有個劇本 沒有人要 陳冠宗說 陳冠宗看了 他說很好 我就拿來 於是他就送上來給我 剛剛那天 給我那天晚上 我要拍夜班 我忙得不得了 我帶著劇本去現場看 看完 我就 還沒看完 我真的很記得 還有十頁 我看完 我已經很急 打電話給 張冠廷 我已經打給他 那時候已經有 我那些是大水壺 我打給他 我說明天上來 我就說 不行 這個要拍了 這部電影 其實是這樣 因為我覺得 他很簡單 我看電影 有很多種角度的東西 但我就是 我感受到 不同階層之間的愛 即是 那個 很強烈 而且那些人物寫得很好 因為 柯勞這些 都是我在外國生活過的 真是這樣 他們真的這樣夾著 阿奴就是阿奴 即是 抽涼天 他們真的這樣說話 他不說抽涼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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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個哭線給你 即是打個電話給你 他哭線 那條線會哭 哭即叫 這些文化 我覺得很好 有些細節 我自己發現一定是 我試過曾經 所以我 我不是很肯用鍾楚紅的 是他來 他來 我喜歡 Danny仔都對 那些什麼都對 我說 我不確定 鍾楚紅 我就說 不要了 讓我想想 後來好像 猶豫症 你動員他 無論如何 你自己有一天 我就求你 你就說 你只要用他 你自己搞定他 我自己搞定他 因為他才說 我知道 我跟他拍過電影 五福星他做阿妹 我說 我怕他演技 控制 做不到 我怕 鍾楚紅 後來他生氣我 現在可能三十幾年 就不再生氣了 他生氣了我很久 有沒有告訴他 他怎麼知道 不知道誰告訴他 說阿蘇不要你的 有人告訴他 有很多傳言 曾經找到 Maggie 那個傳言更奇怪 那個傳言更奇怪 阿 Maggie 張萬鈺 張萬鈺 張萬鈺當時是未開宵的 想過妙緣人 我記得有一句名言 應該是你的 他說 你聽著 If it's Maggie It's your choice But if it's Cherry It's my choice 我好像記得你這樣說 因為我 結果不知道他答 結果 he 被我提 ответ 是的 這個角色表現什麼 那原本我 他說 他說 是的 sher doesn't even have to act a lot 那些細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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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o 我當初有考慮過有沒有跟你們說過 我推銷過給你 我不知道 我有想過妙軒人的 但是妙軒人就會太聰明了 太聰明了 沒那麼小女子 他不會喜歡周恩發 你一定一看他們就知道 他一定會瞭嘴 不會是妙軒人的 其實就是因為這個其實很適合 現在就是I'm sorry 你們都適合了 其實現在就看回頭看完整部電影 真是阿洪正在做那樣東西 他做那些小女子的東西 Danny仔又吃著他 真的很有趣 Danny仔我也想過了一段時間 我記得Danny仔穿對嘻嘻 講英文 穿嘻嘻都加過R音的那些人 很熟悉的 很熟悉的 Anyway 過程就是這樣的 我很開心 因為我經常被人問 我自己監製過幾十部電影 最喜歡哪一部 這個一定是其中一部 就是 非常好選擇 我們當時其實當晚很desperate 我和張怡婷已經 因為 傳聞就說 你叫你的手下 立即找我們快點簽給他 擺簽給他 已經沒有了 那些大公司搶了 但其實你不知道 當時你已經是我們最一個希望了 已經是最一個希望了 當時的大公司全部都say no 我又不知道你真是沒有人要 成本都say no 那些人都沒有人要 其實他們有些都要的 我們去了全港九新界這麼多間的 有一兩間是要的 我是很怕沒有了 第二天都叫你上來 就是我怕 這麼正的劇本 誰知道原來全部的笨星都沒有人會看 他們笨星就是 他們要之如要 我換角色 他說你不可以找這個票房毒藥 這個周潤發 他那時是毒藥 因為英雄本色還沒出來 提過成龍 提過紅金寶 他叫我用那些 我死了 叫他改在旺角 那些人 還有 不要去美國怕 你只會說大學生去了旺角 見到一個這樣的 我說大學生 我是不會去旺角 因為他所有的家人和朋友都在香港 他不用去旺角找一個爛鬼的 但是呢 如果我去了美國 我就是人生路不熟 我才會突然間叫唐南街一個巢皮 我都覺得他是friend 就是很多話說 講中文又黑頭髮黃皮膚 你就突然間覺得friend 就是你的世界是會打開了 你會所有的價值觀都不同了 你會看人用另外一個角度的 你不會描述人色的廟嘴 就算你心裡有少許廟嘴 你都不會真誠地跟他做朋友的 所以當時的情況 真實情況是 我們的確有些所謂offer 所謂counteroffer給我們 但是呢 有些strength attached 就是什麼呢 就是你可以拍這個電影 但是我給你三個 紅星給你 是我們三個最紅的巨星 你隨便選一個 但不是張雲霸 第一個是許冠文 第二個是洪金寶 第三個是成龍 你選吧 我說不是啊 北山 我如果選了許冠文 在這裡變成一部喜劇 我選了紅金寶 在這裡變成一部slapstick 如果我選成龍 就更幣 最後那場戲是完全不成立的 它會飛過所有的 像是曼赫頓的那麼多條橋 飛身旁去搶回 阿鍾濃紅回來 扯回台街 這場戲我不會拍 於是終於我們就很扮成 很有本錢一手 其實完全沒有本錢一手 我記得在這個 Region Hotel找你 然後陳冠忠教了我們幾句 她說 你千萬不要說太久 她這種人很忙的 你講話講話多過五句 她會生氣的 那你就快點說 陳先生我是羅啟銳 我現在是劇本生 我去看看 你方便的時候就告訴我 走啦 好走啦 陳冠忠說有一種人 世上叫做celebrity 即celebrity 是名人 那種名人 就是另一種生活的模式 你不能煩他 說完放在劇本 就雞腳 嚇人家而已 別人說得我 好像很兇臣惡殺 難怪我 入親我訪的人 沒有自然 整個都自然 不是很忙 有些人是 盆古開端壁地 思考 你不要啦 你説到點心 我是很壞的,如果你一分鐘都說不到故事出來,你走吧 即是不用了,難道沒有了,you don't have a story 但他們那個是很不同的 都沒有說話,你放下劇本就走了 我真的沒有懷疑,我沒有用完我的詞語 Anyway Mabel,當時拍攝的時候,總裁跟你說 你要拍到,我的女兒可以看到 我照我所知,今天你也有一個女兒來了 阿沈沙,你也有一個女兒來了 我喜歡拍一些,自己的女兒喜歡看 不過我想問一個問題 因為現在我想起,這個是35、6年前的戲 即是你們有些還未出生 我自己就會想起,如果我1985年去看一個修復版 是1950年的戲,你明白我說什麼 即是那個感覺是,我們在那個年代 即是我會記得怎樣每一件事 即是你們看,是不是覺得很… 現在還未有些now 現在now也可以的 是不是那樣 是,不錯 我好難,你叫我1985年去看一江春水門 向東流,我怎會覺得是now 是啊,可以開始互動的 如果有哪位觀眾… 我見到剛才那位白T恤那個,他未看過 那個哥哥 是啊 他未出生,而且我想… 哈哈 可以不可以說兩句嗎? 遞個麥克風給他,可不可以說兩句嗎? 想到說什麼 這間樓藥很不同 即是有時候看那些reality show 還是那些美劇啊 那個質感呢 那些人和人之間那種… 好像…很不一樣的感覺 好像導演說出來的 想知道什麼 我不好知道… 即是怎樣說呢? 我很同意導演說的那件事 就是去到一個環境 如果你身邊跟你皮膚不同的 或者文化不同的人 即是那些東西全部都跟你不同的時候 剛巧就在你身邊有一個人跟你… 好像有一個同樣的文化的根 或者是… 很像樣的 你很自然 會很容易當他的朋友這樣 那我… 是很看那套戲感受到那一件事 那個感覺 至於裡面你說感情線那個我就… 可能我沒有經歷過 所以我就未必說… 可能需要一些時間再… 即是感受一下他這樣… 是的… 好…多謝這位觀眾 即是那些忍悔的感情 即是… 你說八十年代 尤其是在那個社會呢 現在的人我就不知道 即是… 即是… 你們會不會覺得呢 現在你二十多三十歲 尤其是那些年輕人 會不會覺得那麼老套的那兩個人 有沒有這種感覺 可能是… 現在就這樣說 受不受溝就行了 是啊… 即是說… 那些說都說不出 受不受溝 我們聽到都覺得很噁心 老人家 你知道嗎 很努力才說出來 即是… 即是你會不會覺得他們是… 我經常想代入 即是現在的年輕人 二、三十歲 談談戀愛 你如果暗戀一個… 一個十三妹 你會不會這樣 或者你十三妹見到一個船頭赤 你會… 那種… 那種又怕… 怕被人笑啊 即是怕什麼… 那些東西… 哎… 小朋友 好啊 你等個麥克風過來 Hello… 我其實可以分享一點點的 其實你拍這套戲的時候 我已經出生了 但因為我很小時候 就經常看電影的 而你們這套戲 上映那時候 我是沒有戲院看的 我什麼時候入戲院看呢 就是你們拿到金像獎 然後呢 就有戲院就… Rerun 就在U.A.6 綠沙庭U.A.6 就Rerun這套戲 那我媽媽呢 就很堅持說要看 那我那時候應該… Rerun那時候應該是1988年左右 那我那時候是… 九歲 那我九歲已經看這套戲了 我今年四十二歲 那我九歲那時候看這套戲 我很喜歡這套戲 我哭的 因為我覺得 為什麼會兩個分開了 為什麼不是在一起的 我很期望他們會在一起的 但是到了我現在 那麼多年 我繼續有再看多很多次 因為每一次上映的時候 我都會來看的 我覺得 他們最後如果不能夠在一起 其實都不是一個遺憾 是…這個記憶是很好 我覺得他們會做一輩子的朋友 比會做一個… 雙婦或是Lover 這個是我小時候 和我大時候的分別 所以… 是有人看的 我小時候真的看錯的 張飛我已經不見了 已經是… 因為當時是… 同一時間 應該是三對鴛鴛一張床 是剛剛做的 再加… 抽些童話是Rerun 我媽媽和媽媽吵架 究竟是看哪一套 媽媽說 都要看這套 然後我就說 沒有啦 不知道有沒有看的 然後我看完之後 我很喜歡這套 所以多謝導演 多謝編劇 多謝岑先生 你這個劇本是選得很好很好 好…多謝 其實這套電影 亦有那個階級的… 那個戀情 有任何階級的分別 但是在美國發生 你覺得 如果在當時的香港 這樣的階級分別 有沒有成功的可能性呢 這個… 戀情 即是你說 如果在旺角 有個爛鬼 開香港大學一個學生 首先就不會認識到他 我當然不會去旺角 即是… 都會去 但是你… 人不是到… 自己有個危難的時候 或者我在紐約真的沒有錢 完全就是… 單春蛋字 即是算過了錢 還有… 就算坐地鐵 我都在大學 走去唐人街 要走半個小時的 你在大雪分飛的時候 我都寧願省省幾毫子 都是走路由… Washington Square 走去唐人街 走半個小時 冷到僵了 就是為了幾毫子 而且那條路很恐怖的 那條路就是… 全條街都像剛才那條街那樣的 一地都是… 酒呀 血呀 汗呀 療呀 甚麼都有的 所謂的液體都是可疑的 很可疑 那時紐約是很可疑的地方 那些人是Taxi Driver 即是那個的士司機 馬田斯克斯斯基 那個紐約來的 含冷煙霧黎曼 即是那些人含冷槍戰 唐人街和意大利佬 那些人槍戰 你一聽到槍聲 就… 一聲要… 有時聽錯的 原來是燒炮掌 那我就會… 沒事 那要很高貴地站起來 即是As if nothing has happened 那些樣子 那所以… 為何我會認識到一個籌皮靈 就是因為我真的要靠它 去找些工資給我做 要不是我是兩餐不計 又沒有錢交學費 那… 我是去那裡試一下 如果不行 我就回香港 那些人會去香港 但是香港大學一個女學生 她如果真的很不行 她會不會去旺角找一個籌皮靈呢 她真的回家問媽媽 或者跟同學借 或者最多去做工才出來 找工作再出來讀書都可以 所以這個是好像… 有些老闆說 你不如將她調來香港 在旺角發生 是不可能的 就是…勉強一點 這種關係 你在外國你會覺得 她倆一起是順理成章的 即是… 是一個落爛的女子 遇著一個落魄的男子 其實兩個都是同時天涯淪落人 是啊 因為如果你在香港 是寫不落的 這個故事 即是這些關係是不會的 即是一個… 用倒來平衡心理 即是你說見到那些害歐 想起自己是漂泊的水手的靈魂 即是你… 那種人在異鄉 一種大家都有淪落 是沒有淪落的感覺 即是你… 以前人中出龍這個角色也是 你不是在外面讀書 不是有個男朋友 會認識了一個… 嗨… 那麼那個女孩子 那一段就是吳福星 很厲害 記得她第一部戲 是啊 非廢如命的女主角 那些關係是不會的 即是你很難產生那種… 即是自己一個人 即是在地牢裡面聽著唱歌唱歌 不會有那些鬼佬 會有藍貓 會有藍貓 其實不會有那種東西 即是… 如果鬼在香港 都不知道是什麼 不知道怎麼寫的 其實很有趣 中國人的流離狀態 尤其是那段時間很多 羅卓堯的《愛在比英德季節》 也將紐約的黑暗面更加強調出來 而且在流離狀態 反而將兩個不同階級的人帶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這套電影對我來說 很令我感動 那時是流行移民的 可能現在又重複這個潮流 那時所有人去到紐約都想著留下 或者做非法移民 我拍了三部電影 頭的三部電影就是《移民三部曲》 第一套就是非法移民 說一個人搞假結婚在紐約想留下 第二套就是 其實阿籌皮靈在那裏也沒有身份 他做 真實就是都是做酒樓 吸衣 這些同行街工 從來都不會走出同行街過這班人 走出去就用很流利的英文 即是他們以為很流利的 其實他們不會說這班人 我其實很欣賞他們 因為他們雖然很落魄 他們是在大陸文革的時候走出來 然後中間行船 再跳船去美國 然後在唐人街躲起來做非法移民 但是他們從來沒有投訴的 他們或者內心有一點點不安全感 或者他們都是自卑的 但外表就是整個船頭尺 很高貴地走出來 全部都是指揮約定 然後說我做人什麼都沒有了 只剩下自尊 那你不要害他們的自尊心 一定不可以的 要給面子 但他們從來不會自憐身世 或者悲秋 他不會的 他的態度起碼都是積極的 而且喜歡幫助那些 我們這些落魄的學生之類的人 那裘面這句子之前有沒有行船 他就是行船 所以他不是朝不晚那門 那些陷害他所說的 就是什麼日頭紅 不知道什麼 是呀 他是行船的 是呀 那船頭尺這個想法是怎樣來的 船頭尺就是他發明的 都是他自己說的 他發明的 他說那個人船頭尺來的 專門下水的 他們的花名很可愛 那些什麼白鳳丸啊 什麼沒有病傘 你看見他們在那間餐廳 那間茶餐廳不是在那裏撩中草紅的嗎 中草紅吃單春蛋寺的那些 全部都是非法移民和黑社會來的嘛 他們自己做的 那些名字就是那些名字來的 就是全棚都來了 因為他們都不知道這套戲會 真的這樣上映的嘛 那大家很高興 我們都認識的 我的朋友 他們去做茶餐廳 那些什麼大英雄 那個人都在那裏做的嘛 就是全部自己做回自己的 那剛才總裁又問我 那些萬聖節那些這樣的遊行呢 會不會是我自己去請人回來做 我說總裁 我們的預算是這樣的 我怎會把整盆的大龍鳳回來 在那裏跳呢 就是所有這套戲裏面都不但有很多人做回自己 還有很多是偷拍的 就是好像那個巡遊 還有周潤發不是去Tickathon 就是在八路會那裏 他不是打尖跳進去 然後就排隊的被人罵的 說there's a line there please 這樣的 其實全部都是真的一個排隊的人來的 那因為我沒有錢 請一班人站在那裏排隊 於是我就 那我就說 那一會兒就跳進去了 那他就應做什麼就做什麼了 然後我就知道 紐約的人就習慣了拍戲的 其實他經常被人攝入鏡頭的 於是我就弄了一張很大的牌寫著 Please do not look at the camera 這樣 就是請勿看鏡頭 那那班人的排隊又真的很合作 他真的沒有看鏡頭 還做回適當的事情 又罵周潤發 又做回那些樣子 所以全部這些 全部都是不用錢的 全部都是偷拍 用友情 全部都是這樣的 其實這個是 相識同話 因為大家不知道的概念 在那時候的BOX office 那個票房收入 是令人驚到現在七、八千萬 是這麼爆的 是贏你最佳八檔的 是這麼厲害的 那個票房 所以是沒有這些東西 是我們那些香港炮、五福星那些 傻子氣、兇兇的 但這部不是的 那些人是 呆了,看完就看的 他抓到一些東西在那裡 那些人的東西 所以只能夠說 發仔當然很重要 我想不是發仔 就是很難想像 別人做到這樣的東西 這個是真的 我想他自己都追不到 因為那時 他很便宜 那時拍這部戲 幫我那時 還沒紅 那時發記呢 為什麼他認識這麼多秋涼天 什麼柯羅那些 我們是叫他跟曹皮靈見面 學習曹皮靈的語氣 各樣的 曹皮靈就說 我不要見這個周潤發 我問為什麼 他說這個他的品德不是很好 我聽到品德是什麼意思 他就說這個周潤發 跟阿余安安結婚 一個月就跟別人離婚 這些是很差的品德 那我就說 你自己品德又不見得很好 你為什麼要瞄別人呢 於是他想一想 他果然一些 你知啦,又到先又成 我不知道他做得什麼 那他就說 好啦,當然見他 這樣就 見了一天 翌日他就走了去加拿大 就沒見過 但是那一天 但是那天晚上 又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他們坐一輛開篷車過來 他們不是經常坐一輛開篷車 然後就叫做 散去波士頓那一輛 散去波士頓那輛 散去波士頓那輛 那一定要開篷的 我跟美術指導說 我要一輛開篷車 怎知道美術指導忘記了 他不知道是不是要拍拖 還是怎樣 突然間就來了這一輛 就沒有開篷了 那我開篷我說不行的 那我說一定要看到他們 於是就連夜呢 就停止拍攝 就叫唐人街所有的爛鬼 和黑社會呢 包括巢皮領為首呢 就在那幫忙 剃那個頂 就是漏夜把頂剃開 於是就拍不到 那我想因為這樣 我就被 被 label 為任性和浪費時間 於是可能就告到 總裁已終 差點被總裁炒了 都不知道 就是說 有over budget 還有我會為了這些 整晚不拍攝 整晚不拍攝 在那裏 車頂 是不是 哈哈哈哈 不過這個是 到現在很多事情 就是組成是 是很特別出來的東西 我剛才這樣特別去慢慢看 很多年沒有看 那我真的必須要說 譬如張運發當然是沒得說的 其實中壯演得很好 是啊 其實我那時是完全隨口 觀感而已 我都馬上改 如果我認識不用他 都沒得用 但我不是的 我身邊想想是對 其實他演得很好 所以他獲獎 他也獲獎 其實是對的 過局式都是好的 Danny仔也是 是啊 是啊 Danny仔我到現在都很感激 他願意接這個角色來做 真是 非常偶然 非常好 其實Mabel 你可不可以說 為何你會找紅菇呢 那麼堅持 那時總裁都說是不好的 那我覺得 你不要看他的樣子很漂亮 我不是堅決的 我是一個這樣的 但他們是很想用的 我不知道 其實因為他的樣子 不是只有一個漂亮的 他很堅強 你要知道 在這個美麗的外貌裏面 他有一種挖強 還有一種不會妥協的人 他是 我就覺得他是 尤其是我在美國拍戲的時候 我更加 知道他是一個 挖強 和我有得揮的人 還有一種東西 他們可能不太記得 其實我那時 不是很爽用 中初紅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很多報 發仔和中初紅之前 很多什麼 胡悅 這些東西 一堆的 所以我都說 這些混合 行不行不行呢 幸好我不是很知道 因為我剛才在美國 你們在美國不知道 所以以前有很多 但是那些中初紅 講回他的挖強 他有一天 我們拍那個火車站 他不是見到那個 Danny仔回來的 然後呢 那天遭到五點鐘 有一個黑人的車長 就說五點Sharp 你就要走了 為什麼五點Sharp 那時還未拍到 中初紅的Close up 他不是有Close up 看到Danny仔和那個女人 於是他不是很憂鬱地 想哭地走 那個Close up 還未拍 我們個個都 那個黑人情很兇 於是我們就 就 勇極都不行 中忌竟然跳出去 跟黑人說話 直接罵他 用了粗口 中忌很聰明 我覺得這個女子 盡管 簡直是一個陽眉女子 所以我就 會再 加強他那個轉變 他最初去到紐約 就比較冷靚 傻傻耕 又哭 又失戀 又好像很 好像小鐘不驚大腦 這樣 但你慢慢見到他轉變 他覺得自己可以獨立 他自己可以有自己的主見 別人回來追你 未必一定要接受 然後那個人喜歡你 你未必一定要跟他在一起 就好像那位女子說的 或者做一輩子的朋友 做不到 可能都做不到 家人 那你慢慢見到這個女子的轉變 你要賦予她一種成熟 和長大的那種感覺 和成為一個獨立的女性的感覺 我覺得他做到出來 不但在他性格方面 在他主犯方面 在他對男朋友各樣的方面 都他表達到 演廷 我想你 因為我們都沒有 credit過這件事 很多次左膽 其實室內內 家裡的電影 全部都是香港 很多人不知道 一走到家裡 就不是美國 那是鍾志民做攝影師 王人葵 在幫忙做美子 一走到家裡便是 很好 整個感覺的質感 這是一大功勞 他本身也很熟美國 更加熟紐紐紐紐 我記得他 因為他起了這個套套 容許了我們一個 本來很任性的鏡頭 就是我們說要一個crane shot 從二樓到一樓 crane down 那個難題 如果我玩實景的話 我幾乎一定找不到這個鏡頭 一定不行 唐人街的房子這麼窄 還是你不能crane 從二樓crane下來聽著 就是鍾志雄唱歌 現在就很容易 反而那時候 現在就很容易 那時候就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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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他唱歌的那個鏡頭 我當時知道 要回香港補拍 所有室內鏡 那時候都很誘惑 但我突然醒來 咦 這樣可以拍那個鏡頭 香港也可以拍那個鏡頭 還有唐人街那些屋 是很特別的 我們拍了很多照片 拿回來做reference 浴缸變成書桌 那些鬼的顏色 又很勇 他可以用紅色和粉紅色做間屋 我初時想 死呀 這次像不像一個雞豆呢 哈哈哈哈 但是他做出來又ok 外面的牆是綠色的 你有沒有發現 你又研究一下 他的色彩全部都clash了 全部都撞了 但是完全是唐人街那種感覺 撞完之後 嗯 還有那個豬簾 那個豬簾 那個豬簾也是這樣 撞餅的 但是出來又有些時代佬 哈哈 那時候很流行的豬簾 是的 還有 Alex 你提到的那個crane shot 因為那個很出名的 周潤發尾尾尾跑步 那場戲 我知道你們拍了很久 但是有一兩個鏡頭 其實令我想起畢業生 那為什麼我特別提到畢業生呢 因為我們遲些知道 會做畢業生的 又是有兩位導演會討論的 是的 畢業生是一套 令我一直到現在看過 最多次的電影之一 還有我到現在 我仍然覺得它是非常 有時代感的一個電影 就是周潤發 向著鏡頭跑 那個shot 在畢業生裡面 如果用Tally拍的話 你一定會用Tally 那個也是 Dustin Hoffman走到教堂 是的 那個Tally 其實我是取材於這個 我最喜歡的 Lawrence of Arabia 你記不記得 《三幕僑雄》裡面 奧馬沙利夫 穿著一件黑色的衣服 坐著一件黑色的駱駝 一直在沙漠跑步 但是跑步 你都不覺得它向前 只是看到那些精氣在它前面 正在動 我很小時候已經覺得 我大約要去沙漠 我就要拍一個這樣的鏡頭 我不是打算拍這個鏡頭 我打算拍一些人 走極的走不到去前面 不知道為什麼 我有叫過攝影師去拍這個鏡頭 我初初拍教育電視的時候 竟然叫過攝影師去拍 攝影師很生氣 就說不行 這樣坐在那裡不理我 原來我後來發覺原來是 要用一千mm的照片才拍到 於是到我有少少錢的時候 我就叫攝影師去拍這個鏡頭 用一千照片 但是因為我那個攝影師 和座山是我的同學 他們是不習慣 因為這個焦點要跟得很準的 於是就跟不得 所以沙漠發就跑了這麼多十幾天 我又不敢告訴他們 我們那些黑不黑不黑 都勾了 你知不知道跑得極多 每逢五點 我又要等太陽下山 光源是一樣的才能跑得 因為以前沒有教式 教到現在 早上光天白日 都可以教到黃昏的色 但那時不行 每逢五點 周潤發在拍什麼 我都說 法記我到去跑了 以至法記後來都說 導演 你經常這樣叫我五點鐘去跑 都不是辦法的 那究竟是為什麼呢 我又不說到 又不懂得說 但其實呢 後來我們想到一件事 就是 他要跑了 其實跑很長 那條路 但你不覺得他跑了很長 去到我們五十米 就叫一個助手搖旗 那那個教的焦點 那個人一動騎 他就教一動騎 於是就全部沿途的騎手 就在這裡動騎 我們的攝影師就在這裡教 這樣才教得到 最後 拍了十幾天 還有是哪一場呢 我都經常聽他們那時跟我說 他們說 你搞到被人抓 就噴了樹葉 噴了 噴了 噴了樹葉 噴了 別人不是黃 周天 噴了 噴了全 結果就被人抓 那是哪一場呢 中央公園 就是他跟那個 那個 那個 黃秀儀 噴 黃秀儀 在那裡會見 噴了 噴了 於是我就噴了 噴的那些是可以用水洗的 是可以的 我們不是說 永遠噴到它黃了 那些被人抓了之後 我就陪那個 那個美術去見官 官就說 為什麼你噴我們中央公園的樹 我說他不漂亮 他又不夠黃 又不夠紅 我想噴更漂亮 那時候 Gigi居住在溫哥華 是呀 那Danny仔 為什麼會這麼巧在紐約 不是這麼巧 特地飛過海 Danny仔 是啊 我就說那個官 就學令我 他說 如果我來香港噴 那你怎麼辦 我說 你來香港 如果是唯多你的公園噴 如果噴得漂亮也OK 哈哈 那官就於是都罰款 但是沒有拉 沒有坐牢 還有呢 剛才你講到茶樓屏 你已經不肯見了 周潤發 因為說他人格不好 其實呢 周潤發是很講口齒的 我聽你說過 或者是他初初 你請他 他答應和你拍張圖畫的時候 他未是大紅的 或者你講一講這個故事好嗎 那當然未大紅才有得請 或者有錢請他 但是呢 但是他 我去之前 他就剛剛英雄本色出來 英雄本色 那天同一天 那天 那天我才去的 他那天 英雄本色 那天晚上五夜場 就已經 大家拍了獎 就知道他很紅的了 就是一定行 這齣戲 大家知道他一定 已經是 instant 就是一個 一個 星星來的了 於是 那天 那天我就要去 於是 我打給法記 我說 Mr. Fat 我要去紐約 你是不是來的 我都知道很多人一定找他 總裁都說黑社會都找他 總裁自己都找他 不過他讓了給我 但是 法記就說 我答應得你 你就去吧 你先去 我會跟著來的 因為他是一個英雄 Mr. Fat 他是一個 叫做 牙齒當今世的人 那真的去了 他時候都跟我說過 其實我也要面對很多困難的 我一方面 我要面對黑社會的電影製片人 另一方面 我要面對一個會哭的導演 他說 我懂得應付黑幫的製片人 但我不會應付會哭的導演 所以他就終於叫你去吧 可以了 聽說你們在美國拍攝的時候 直接有黑幫在監視你們 黑幫是朋友 香港的黑幫人要找Mr. Fat 他又飛不到過去 他就打電話 他跟人家叫鬼影 飛龍那些幫 都是朋友 就是叫他看著那個小妹 他來跟人家拍戲 誰知我又跟他們都是朋友 這樣他們也有來看的 我想想看明星而已 每天都有很多黑幫 站在旁邊看 有空間 我又說NG 他們就會說 唉 剛才那個 怎麼又NG 現在不是參加奧斯卡金像獎 我就叫他們 Shut up 他們又說 shut up 幸好大家都認識 我在那裏打工幾年 他們都做過我很多cala fair 非法移民 他們都有份做 那我就讓他們做cala fair 那他們有份玩 可以 其實沒有什麼事 其實是 那Alex 你在寫這個劇本的時候 跟Mabel之間的溝通是怎樣的 他給我很多自由度 因為他知道我大概會向哪個方向走 還有我又會示范給他聽說 這個部分大概會比較 我們日常生活裏面遇過的哪件事 就是這個人 然後我將他們兩個 三個提出來 這樣可以的 所以我其實 不是寫了很多稿的 這個劇本 而且寫得很快 我自己最開心的 寫劇本的其中一個 經歷之一 香港電影 當然是出名的 《飛子仔》 這個編劇 那拍這部電影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我沒有《飛子仔》 這個看 不行 我們從來沒有《飛子仔》 你問一下 總裁他經常飛的 我想他自己的 什麼 《飛子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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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問我有沒有飛過《飛子仔》 他問我們的劇本有沒有《飛子仔》 我們從來沒有《飛子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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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則是進行劇本 那這個劇本那麼精彩 Mabel 當你拍這部影片的時候 你對非法移民這個觀念 移民這個觀念 或者海外美國的華僑 或者中國人的生活 是很關心的 但是你當初作為一個 在香港大學的畢業生 去到美國 但就會對這些 好像曹琪玲這些人的感情 雖然他很照顧你 但是你對那個階級的看法 當時自己有沒有一些掙扎、思考 沒有的 我沒有階級觀念 其實我向來就算在香港也是打工的 因為我爸爸死得很早 我很早出來工作 又教夜校 又去做工廠妹 差點都做了舞女 其實我也挺喜歡做舞女 不過後來想一下 我學校又給我掌學金 那我又去讀書 如果不是做舞女也不一定 所以我經常都在這個 遊走於各個階層 我都其實覺得這件事 對我拍戲是很有幫助 因為我從來不會用一個 高高在上的眼睛 去看那些 就算是學歷和階層比我低的人 我亦都不會用一種自卑的心情 去看一些高過我或有錢過我的人 因為我經常都遊走於各人之中 去到唐人街更加 因為我真的沒有錢的時候 真的有一天去唐人街 就是為了吃一頓免費餐 最初還沒做工的時候 我和羅啓去經常都在吃晚飯的時候 就無緣無故走過他們的街例影視 我們知道所有非法移民和黑社會 就會聚集在那裏 約7點就去吃飯 即是去銀工大酒樓吃飯 我們一個星期有兩三天 即是外國的時候 就會無緣無故走過他們那裏 我們就知道他們一定會說 那麼巧啊 吃飯了沒有 我們就說 還沒有 他們一定就說 一起 那於是就有大餐吃了 這樣慢慢就認識了 我覺得其實很多義氣妹多屠九輩 這些人真是 他們私下做甚麼 當然我就不會過問 但是他們對於學生 或者這些比較需要幫助的人 真是很仗義 他們明知道我們走過 他們真的碰巧吃飯的時候走過嗎 但是他們都假裝自己不知道 然後請我們去吃飯 然後就明明那個街例影視 是沒有一份工作給我們做的 即是不需要我們做甚麼樓面 或者做翻版 他們自己有很多人做 但是他們看到我們經常都說 有沒有工作有沒有工作呢 他們就會自己設計了這兩個工作給我們做 還給我們800元一個月 即是我想他們沒有說過任何東西的 但是我知道他們心裡一定知道我們很不好 才會去唐人街找他們 即是看看有沒有免費飯吃 或者有沒有工可以讓我們開 那他們是真是找些工給我們做的 那有時候譬如我走錯進去的一些不知甚麼 即飛龍和鬼影是會相反的 不可以亂走 或者不可以看來別人在街地影視要付錢的 有些是大哥進來我還叫人付錢 於是老闆就說你這一年不要走進去那條甚麼街 那條是飛龍的 你走進去死了 但是之後他們又會和我安排一些和頭酒 去見飛龍的第一 於是大家又可以吃飯 以後又可以走回到街上 即他當你是朋友 他亦都不會叫你們去做他的勾當 他們亦都不會告訴他 他在做甚麼 雖然我們都心裡知道他在做甚麼 那個年代 或者現在大家會不太知道我們 即是你不會感覺到 我比你們早過 我七、二年已經去外面歐洲 那些唐人街所謂唐人街所謂是甚麼 你走進去便可以吃東西了 不用付錢的可以 還沒有,這是很少的 這是第一個 所以他們遲些 這是八五、八六年那個年代 他們還是留學生很苦的 大家都知道 但我們都做過了 即是 牙菜是自己發的 你現在無法想像 在餐館做事 我是自己發牙菜的 那你怎會有人想像到 所以是那個年代的人 另外一種人際關係 所以他們移民三部局 第三部都是我監製的 就是百兩金 他都是說回那個背景的人 所以他們很有親切感受 是可以理解的 其實可以 即是 那個是 是那個時代的東西 坦白說 你現在再放進去 已經未必可以這樣去 現在都不是唐人 做黑幫 沒有同行街的那種東西 福建幫 地球村 這三個字 我真的討厭到想死 anyway 討厭都沒用 自己老而已 生人甚麼事 那時還有很多政治不正確的東西 譬如叫黑鬼 現在沒有大愛包容 現在沒有大愛包容 我告訴你 有甚麼問題 牙膏叫Darty 你知不知道 有甚麼問題 有甚麼問題 黑人牙膏 說我們不可以 有支牙膏叫Darty 在我家裡 我們叫人魯麥 是的 魯麥 很多歧視 黑人 我們叫人魯麥 大家都叫自己王柴 都叫自己王柴 都會捉摺自己的 是沒有這些東西的 那個年代 Darty 都敢死的 Darty 黑人牙膏 真是傻的 好齊 好可愛 我再問一個問題 稍等一下 我會記得你的 剛才總裁也有提到 這套電影其實是很驚訝 想不到會這麼賣座 沈先生也有提到 就是令到人有些特別的東西 我想請問你們各位 你們今天看 覺得有甚麼東西 會令到這套電影 當年會這麼爆 我覺得是那種異鄉的 很真實的感情 我剛才看回 發仔和忠記 終於分手 在屋門前 他們跟他說 稍日我去找你 好啊稍日 大家都知道這句話 已經是出了第三次 而且每一次 當這個人說 當任何人跟你說 稍日 其實都不是真的 但是他們當時也不是真心相信 他們會重逢 我覺得是 這個電影有一個好處 就是他所有的東西 都是非常一些 真實的感情 真實的人際關係 異地很重要 現在你這樣看就感覺到 在異地養種 那種互相扶持 那種淪落 那種在外地 自己一個人 一塊 chickens 熊姑 真是 你們可以扮他們 的裝得特進化 AND 在那個餐廳 那你立刻就知道 哎呀 還叫大熊貓 死不死 你會知道 你會 會入去那個地方 為什麼他們的島 要平衡 為什麼在裡面 在中國同學會 我們很聲明 其實是 今 Spencer 民族主義 我們叫中國同學會 同什麼同學會都沒有讀書 是會這樣 那個我想是一個重要因素 所以這劇本是否傻的人才會叫你改香港旺角 沒有辦法改 Mabel 你覺得為什麼會這麼成功? 我都覺得是一個真字 其實所有裏面的東西 都是由真實生活寫出來的 譬如我們逢是做壞事 我們都會講日文的 扮日本人 說Honda Toyota 我們免得認自己是中國人 壞事就是扮日本人 還有那些打火機 我們怎會想到一個體錶兼打火機 那些數據是茶皮靈 茶皮靈才會做這些事 所以我很慶幸當時跟他們做到真是做朋友 所以他們所有的東西 你們或許會覺得很驚奇 但我們是日常的東西 只要跟著他們的寫就沒有死 譬如茶煲 他們就叫我茶煲 如果再壞些就茶煲審 即是troublesome 只有他們想到這些 人物已經突出了 根據他們這樣寫 女主角就是根據我們大學的時候的經驗去寫 但這個愛情故事很容易編 只要有兩個人物 突出的人物 而是相反 很不同背景的人 然後你寫一個愛情故事 是一個 impossible的愛情故事 那就已經可以跟著他寫 那些人物好像會一直寫 他自己會說話的 譬如他寫到那個酒樓 那你就會覺得 這個Danny 就一定會說一些很假裝的東西 譬如Woodie Allen 就說 愛情像沙魚般不斷向前游 不是會死的 這就是我的同學那些假裝的說的 即是跟那些女生說的 即是想脫脫的時候就扮話說的 然後呢 周恩發就會學令他說 阿倫 或者那時是兄愛在心秋 還是不可以 誰遇上 誰遇上 發記鬼 知道甚麼叫阿倫 所以你知道他的性格是這樣 你就知道他會遇到這些扮話的人 他就會說一句這樣 所以就 好像羅基說 劇本就很容易很快地寫戲 好 這位觀眾說有意見 接下來的麥克風 首先很感謝 當年的紐約 你們拍攝了 無論如何都不會再拍攝今天的情懷 因為紐約變得很厲害 而且自從有LED的產生 整個Time Square 都不會再有那個風景 我是第一次看 到現在再看 即是當年拍攝的時候 我也想問一下 賭場是否實境來的 既然家屋不是實境的 但賭場真的很真實 是實境來的 我們哪有空去拿這麼多東西出來 全部都是實境 除了香港的東西 其實賭場只是沒有東西 只是在地牢 但因為你知道賭場是非法的 他讓你進去拍攝是 不是 他是我朋友 黑社會要走路 我只能把賭場拍攝就行了 賭場只是一個爛鬼地牢 然後轉去做賭桌而已 都沒有什麼 不過我免得自己回答 他們自己做賭客就好了 大家賭開的時候 我們就進去拍攝 有一點點的記錄 那個剁字是否真是 是他現場的 他有幾個字 必然有 你們沒有留意 他在賭場裏面 那個剁字 真是掠你 一定是賭場用字 有一個很大的薑 我想問了很多年 一直想問一下 幾件事 就是賭場 還有今天知道原來那間屋 室內是組出來的 這個也很驚訝 因為沒有想到 真的很像紐約的那間屋 另外一件事 就是 其實你所有的景都是 Mahedon Bridge 但是說著說著看著 Broken Bridge的那間屋 她是真的在唐人街看著 Broken Bridge的 我們看出去就是 布洛倫大橋 那間是Mahedon Bridge的 那間屋 是的 不是布洛倫大橋嗎 不是 我疑惑了很多年 是布洛倫大橋 不是 因為我們在唐人街 是最南邊的 真那條橋 真那條橋 真那條是Broken Bridge 不是 藍色那條 即是銀工對開那條 是灰色的 不是 銀工對開那條 藍色的是Mahedon Bridge 但是你們很多景都是Mahedon Bridge 所以我是奇怪 不是 她會經過的 你知道 但是銀工望吹 即唐人街那條 唐人街那條就是Broken 因為唐人街對著Broken 是的 好 不好意思 我先打個叉 我們可能正式進入問答環節 因為我們都收到很多線上 和觀眾的問題 或者我們都在晚問 現場 雖然說這部電影就很久了 過了 但其實今天也有很多年輕的觀眾來 會不會有人想分享一下 為何你們會有興趣看這部電影的呢 不用拍照 是 解答另一個問題 這位先 這位觀眾 等下 我記得你們幾位 有四個問題我記住的 你好 我是1997年 這部電影我都看過很多次 我之前很多次看都是因為愛情的部分去看 但剛剛阿Sam有看到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中國同學會這件事 因為我這幾年又看回其他很多移民的電影 包括你的移民三部局 即《非法移民》 《初遺童話》 《百兩金》 還有其他例如人街 《紐約》這些 中國同學 《非法移民》這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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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歐洲 revealed 《非法移民》 2019年下半年 總是於1997年 發覺整個氣氛已不斷了 因為中國同學會 我發覺即使是移民科部局 都是很強烈連繫著中國人這個身分 即是不是國籍上的中國人 而是民族上的中國人 還有拳頭斜斗說 由上海打到香港 由香港打到紐約 可能沒有說到台北 但在電影中 我也看到中華民國的國旗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興奮放進去 我想知道是否那個時代的華人 大家的氣氛是否真的可以相處得這麼開心 其實真的很開心 譬如我們學校 我們只有香港幾個學生 大陸來的有一兩個 那時候很少大陸學生可以來到紐約讀書 除了高官的子弟 還有台灣的男主角 剛才做其中一個爛鬼 高高地的同學是我們來的 李安又是台灣的 先後同學 但我們完全沒有覺得自己 中港台這件事是沒有的 中國人已經很快樂了 你總之說中文我就很高興 那怎料有FBI 就來偵查 就說如果 他們的中港台這件事是一個政治敏感 於是就叫我們 如果我們拍到一些 我們香港的中立 如果我們拍到一些 中國和台灣的學生聊天的照片 就得到不知幾十元 不知多少錢 五十元 那是五十元美金 於是我們就叫那些台灣人和旁邊的大陸婆 合照合照 你們快點假裝說話 於是我就拍照去拿錢 就是這樣可以 大家朋友到可以分錢 當然的錢大家分錢 這些政治事是我們完全沒有考慮的 即是我們只不過是 即是如果人家FBI撩你 你就去搞些東西來賺錢 那下位這位白衫這位女主持 給觀眾 請客 lid 一位 正面 我選擇 這部電影裏面 有小曲 rhythmic 是森林和げ的 我特別有感覺得氣 執事 因為我在小學的時候 這首歌就是 在學校 Midori 聽着我 щ 我想你們說一下 為何你們會選這首小曲 我小學時都學過《在心臨無原夜》 都是一樣 很奇怪 因為我們到現在都懂得唸這首歌 《在心臨無原夜之道》 我們飄飄搶愛的朋友 你再相信我 是不會不理會 聊以門再歌唱 聊以門再舞蹈 沒可能不記得 因為大家完全不叫韻 是完全很奇怪的 不叫韻 是不合音的 但他的意極也很好 好 我們看看Facebook的觀眾有甚麼問題 有一位觀眾說他當年有看過《午夜長版》 好像跟修復版本有些不同 請問是否有一個分別呢 沒有做過任何事 除了有些顏色我教過 今次我看回都頗滿意 還有一些聲音 我看到聲音都收拾過 那些聲音都收拾過 因為那些 以前是配音的 你要知道 在80年代 其實我們要演員自己 配自己已經是很特別的東西 根本他們沒有空去配音 因為大家都很忙 一天做八組戲那些 我們找他們幾個來配音 但因為他們不是專業 因為有些聲音都收拾過 但以前是沒有收拾過 好像現在這樣神乎其妓 現在你怎麼說 他都收拾到你聲音 對嘴的 所以嘴都收拾過 還有顏色就收拾到以前的 其實我覺得中間有些很噁心的 不知為何變成藍色 我的秋天顏色也不見了 那個黃色的色彩色也不見了 我是撿回還原五夜場 所以他應該五夜場是最原始的版本 亦都是非想的版本 他如果覺得有不同 是他的版本為準 字幕有沒有用新的? 英文字幕 不知道 沒看字幕 我平常是一個很奇怪的人 我看電影好像是看字幕 但這套我剛才沒有看 我一直不停地看顏色 我也是第一次看 因為我特別留意到 政治不正確那些 英文好 但是刻意看到政治不正確那裏 你沒有用英文的racist terms 不如黑鬼那樣沒有用 沒有用暗字或N-word等等 是比較政治正確的 那時候對比沒有這個 term字 對比起 香港你們 我們修正在童話上 宣傳其中有一句 舒奇寫的 飛車鏈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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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真的是鏈鏈鏈鏈鏈 因為那時候沒有這個敏感度 也不會覺得大家都沒有那麼敏感 你說我黃柴就黃柴 不是現在這樣 現在是擴大了 那時候真的很純粗 現在快要女子都不可以有 女子都不可以 你這樣搞快 其實有些過了 不過那些都沒有所謂 社會接受 在那個年代沒有 因為確實也沒有侮辱性 那時候我們叫人家 差不是侮辱性 是沒有的 你說我是黃柴 那我就黃柴 我是黃柴 我還記得 在1972年 我們在巴黎 我們又說 如果做了什麼壞事 就死人說 Jesui Japonaise 即是說我是日本人 還這樣 沒有這些敏感的事情 然後這位觀眾還有一個問題 你好 首先很感謝 香港電影資料館 二十週年 有一個修復的版本 我覺得很適合主題 其實我看了很多次 但我每次看到 我都想問一個 幕後拍攝的花絮 就是當船頭石 跑去十三會 跑去十三會 跑去追到車 的時候 從他跑上去橋 那裡的時候 我會見到 那些的士真的沒有車 我想問你們是怎樣拍攝 我這個不用黑社會 這些小事 我們找一些長步 在街口攔著的士 那條街很窄 那就叫法記走上去 然後他下來的時候 才放的士 那些是真的的士 難道我們沒有錢去找的士 那些的士 那些的士全部都排在我們 你知道紐約的人 習慣了拍戲 沒有什麼所謂 然後就放回他們 就駛上去 那些是真的的士 因為他一轉上去 好像每一輛都想 車到船頭石 還要 那我發指 那我發指 發記根本就很懂走位的 他 他特意走到 就差點被人車到的士 那些的士當然 是不會想車他 又轉一下彎 很危險 還有Danny 陳伯強 大家都知道他很有氣質 很有自己的一套 演繹的方式 那些衣服很美 就算拍聖誕快樂 那些喜劇 他都會穿西裝骨骨 那他說 有一幕又是很深刻的 就是他去 阿船頭石生日之後 他去找中彩虹 那他有一幕 其實沒什麼需要 我覺得 那他突然間會很有型 這樣搭一搭 雙腳 我想摔倒 那些是他自己想出來 還是你們會 讓他知道 這個是他自己 他最喜歡這樣 都是人家動一下 那些腳這樣 沒有辦法 他是這樣 而且他的角色 都是可以裝飾的 那就由他 但其實很自然 整套看得很 那兩幕 我每次看完 我就說 我很想問你們 我今天就問到 多謝你們 謝謝 謝謝 後面還有一個觀眾 是 各位觀眾 請問 導演監製主持 你好 我想問一下 都是關於歌的問題 就是原定 這套主題曲 就是Danny作的夢魏 我想問 因為網上有幾個說法 其中一個就是 可能改了結局 就不用那麼悉的歌 來用 然後另外一個 就好像說 自己純粹不想 在戲裡面的前男友 來作的歌 我想問一下 背後的故事是怎樣的 聽說原本是用夢魏這首歌的 沒有原本的 原本也是用盧冠廷自己作的主題曲的 因為我覺得一個戲的音樂 應該有一個連貫性的 如果是盧冠廷作的音樂 他做主題曲就最好 所以這首主題曲 根本由頭到尾 我們已經是 中間都用了很多次 是用音樂的版本 其實這首主題曲 已經是未拍之前 盧冠廷 即他回到香港的時候 未展完的時候 盧冠廷已經給了幾首歌我選的 我選了這首歌之後 他就已經跟著這首歌 是作一些中間的插曲 或者是單曲 或者到尾 你看看他走上那條 走上那條橋的音樂 都是這首音樂來的 不過他有一個不同的版本 他們的設計就是 最初用吉他單奏solo 吉他之後就flute入 solo 吉他加了一個seal flute 上去再加一個violin 即是小提琴 三個樂器之後 才整個full orchestra進入 其實這就是主題曲 所以最後是用這首音樂 就不是從來都沒有想過用 Danny仔那首歌的 好 還有沒有網上的問題 是有的 這題就是問阿沈先生的 我想問一下 因為當時80年代香港電影 其實很多都是以娛樂和商業為重的 那你當時同意 不好意思 因為你可不可以這樣 因為我真的耳朵不好 一看著我 我聽不太清楚你們的說話 不是他想問一下 你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 拿開來講 因為我聽不到 哪位在這裡說話 是 你嗎 是啊 我正在問Facebook觀眾的問題 其實想問一下沈先生 當時同意拍這個劇本 是否完全沒有從商業和娛樂的角度去考量 如果沒有的話 當時開了綠燈去拍這部文藝愛情片 那你對票房有沒有很擔心呢 如果我告訴你 我猜到他這麼賣藏 我是騙你的 我是完全沒有的 我只是純粹從一個 好不好看的角度 所以其實很坦白說 他這部戲 那個預算是很低的 不是大預算的製作來的 我沒有想著賺錢 因為我當時其中一個原則是 有些打和就算了 有些就要搶錢 就是我們自己做那些傻仔戲 那些是 我拍一些有賺錢的戲 我沒有人常期 給我拍沒有錢賺的戲 誰讓你拍聽不到說話 那些腦正傳 你別傻 那你就要拍雙響炮 三響炮 四響炮 你明白嗎 這些要平衡 但是這部戲呢 我必須要說 完全想不到有這樣的票房 是 但是我會覺得很好看 好的事情要做 是不是 這個是 很誠實的答案 好 還有一位觀眾想問岑先生 當時你主政得寶的時候 除了秋天的童話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離敲門的劇本 你覺得很吸引或者是 你馬上拒絕了呢 馬上拒絕了是有的 不過我都不記得了 要拒絕 有時候去不到我 在策劃層面 或者陳冠宗 通常人們找我 就說你這一類 你先給陳冠宗 你先給陳冠宗 那邊 可能他們已經說 我說那個東西 他們說不行 我沒有機會看的 也有這樣的情況 有些我們知道不會賺錢 即是沒有什麼錢賺 但是希望 坦白說夢中人 那你 你真不可以跟林青霞 或者地下情 那你 你梁朝偉好 我管你什麼位 那你的題材 你真的想著他 商業想會大賣 你傻吧 你自己傻而已 是不是 因為那個不是娛樂片 來的 不是大眾娛樂片來的 那 我們有些 我自己的說 是我的方針之一 即是你最愛 你說他可以賣幾千萬 你傻吧 是不是 那不會的 他是不會的 你等到黎明都不會的 那你怎麼會賣幾千萬 這些是 即是不是 不是你雙炮 一開來就已經三千了 那二三千就很厲害了 那時候 那時候只要三十幾萬張票 你這麼想 那就不會的 那周年那些童話就肯定了 那其他那些都有的 就是有些 就是打過和 就算了 就是 是啊 這樣就相當多了 就是不是想著賺錢 都拍的 你看回德寶的紀錄你就知道 他有幾 有四五部都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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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家明導演的 隨刻做的智慧 不知道什麼 就是 就是你連戒定都戒定不了 那麼 那麼我們又會拍 是 是會有的 這個是 但是 但是 同時一定要 有商業片 那麼 那你龍力年那些 人家 大家士 又厲害 我們又不是 那我就附近逼人來 咯 阿斐搞定他 就是 過年 拿了耳頭 這些就是商業片 純商業片 然後有些是 然後有些是 他們這個 很難 很難 中秋天同學說 看到劇本知道 就說 二、三千萬 騙你啦 那個真是 那個人說得 沒有的 好 還有一位觀眾呢 想問 有沒有片段 是那時候拍了 但是最後 在正常上 是沒有播 即是沒有剪到進去的 什麼話 有啊 他們說 有沒有片段 是沒有剪到進去 那你不是導演 我沒有動過的 那些片 哈哈 有一場的 有一場 真的整場剪輪 不是啊 不止一場 兩場 因為那時候 那些戲一定要九十分鐘的 要不然 就上不了 四點場 就不行 所以我們一定要 兩場是剪了 一場就是周潤發 他不是去戴紅貓的 他不是戴著一條胎的 如果你有留意 你就發覺 他那條胎進去 大黃貓 就不是那條胎 是另外一條 那為什麼呢 原來中間就剪了一場 就是阿周潤發 在街上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到一個 一個 色鬼門口 他就照一下鏡子 之餘 就看到一個 那些 黑衣 就是那些 大眾黑衣 走過來 就 看他 傻傻的 黑衣 就看著他戴胎 那是 他也捏了很多條胎 這個鵞 就會問黑衣 黑衣 就繼續走 就進去戴紅貓 那場就是 其實想看到他很重視這個約會 但是因為時間所限 就停止了那場 還有一場是 另外一場就是 他說 說給鍾基聽說 演技哪需要學 做人就可以了 怎麼做人就可以學演戲 他說 拿來教你 於是我們就一起去了Plaza Hotel 美國扭了一間很高貴的酒店門口 就叫他兩個扮 一個扮盲 一個扮低腳來黑錢 哪個扮得好 果然是發黑錢多了 阿忠基 他說 你看我黑錢多過你 那一層都停止了 有沒有保留這些片段 應該沒有 有劇照的 這樣說我也沒看過 因為他們已經剪了 到我看的時候 他們已經剪了 那你沒有 我就不理你了 他們自己都覺得 所以不是說 我們覺得有問題 或者有些人覺得有問題 他們自己覺得有問題剪了 那什麼原因呢 你今天不說 我都不知道 都說要九十分鐘 不可以超過那時候 四點長 其實我們剪了現在也沒有 我覺得也是對的 因為那些剪了之後 那個戲的節奏就會拖慢了 現在的節奏是挺好的 我覺得 其實我現在 所謂director's cut開始流行之後 我看回大部份的電影 其實director's cut 的而且沒有release 其實是很好的 很多部電影都是 其實很多時候 導演本身 就是沉溺在自己的世界裏面 我拍了 我一定要在這裏 但是其實release 是最好的 往往是這樣 好 還有沒有網上問 是有的 另外有位觀眾想問 兩位導演請問秋天的童話 是否你們最愛的作品呢 其實每一部都愛的 好像人們對於自己的兒女那樣 它是最 最純真的一套 我覺得 因為之後呢 我有拍的 當然我看回 我有些技術是比他好很多 有些人物性格都寫得好的 有些是大時代的epics 但是這套呢 是很隨意這樣拍的 因為首先 就是在紐約已經是沒有人沒有物 兼且全部的同學 又會out focus 一會兒又不見影 一會兒忘了給我開篷車 那些這樣的 但是全部都是 好像學生製作一樣 還是一個學生的stage 所以所有的感情是真些 還有用的方法都是真些的 譬如真的用完現場有什麼 你就跳過去拍一下 譬如四日二階 我們真的沒有打燈 也沒有安排 全部就是叫他們 發記和終記跳下去 就拍一邊拍一邊拍 那些人 你知道那些人 真的有些妓女 賣白粉那些 是真是他們來的 那我們是安排了一個人 就是最後一邊跳舞 其他都是現場的 所以我一看 很多都現場一樣 是將那個時代真實地反映出來 又將我們那時的感情 很真實地表達出來 我覺得 很珍惜那種真誠 是 在場觀眾有沒有問題 下面 好 下面 你好 首先很感謝導演和監製 可以在這裡分享 其實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關於他們的角色身份設定上面 因為我想問你是否特地把男女主角的身份設定 是設定他們是一個軟房的親戚 而不是譬如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其實這個設定 是否代表他們的關係已經是 forbidden 還是有一個 有沒有一個意思在這裡 她這個軟房親戚 她這個十三妹是玩的 其實是沒有forbidden 那些是 你知道所有人在唐人街 當然說不知道 甚麼人 甚麼人 不知道那個十三妹 那個阿姨的弟弟 好像現在很多消息都說 我朋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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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知道那個 那個 這些是說的 其實是沒有 我們的設定是用來玩的 就是 個個都是這樣說 在唐人街 認識一些不知甚麼人 其實十三妹那個稱號 只不過是 很久以前有個作家叫十三妹 我就很喜歡這個名字 我就是要加一個 角色叫十三妹 其實只是這樣 之間的親戚關係是多餘的 幾年 就是穿插過戶 就是過戶 幾年之後就隨刻玩十三衣 是 是 因為我對於 開始那個 Opening很有印象 就是 我對這位媽媽就說 我那邊不知道誰的親戚 她一個不知道誰可以照顧你 所以我就 就有一個這樣的 感受到我的腦 然後就一邊看下去 就覺得 OK 這樣 其實很簡單 就是 你一去到十幾妹 十幾妹 十幾醫 那些 一定是 上了這麼年紀 因為 你等於 隨時 是說你有三個媽媽 怎麼生十四五個 一個人 是不是 所以 她是那個舊社會的 她很流行 她排行第十三十四 我認識很多朋友 排行十三十四 因為她是 第三個媽媽生的 但是 但是 三個媽媽都在 同一間屋 就是 但是 我們那個年代有 很簡單 我爸爸 我爸爸不是 是 她不是清朝那麼簡單 她是江水幾年 那你 你怎麼搞呢 是不是 我爸爸如果現在 還在生的話 一百二十幾歲的 那 他們那個年代 就會 怎麼會 你只有一個媽媽 不是吧 那時候有十三醫 所以十三妹 就 代表了很多東西 就是 有 他們的舊家族 還有 那些關係 有十幾個 我哪記得你 還要是 還要是 兒婆 十三 表舅夫已經很疏 其實 大陸現在沒有這些 一胎兩胎 哪有這些 根本沒有兄弟姊妹 這種關係 表兄妹都越來越少 好啊 還有 還有很有趣的 就是 鍾左紅的角色 媽媽 是有北方口音的 黃萬伊 是的 是啊 是啊 都挺強調他的北方口音的 反而 當然 在紐約 唐人街 那些大部分 都是四一 台山 是 那樣東西 很有趣的 你們在玩一些很 柔軟的東西 好 我們直播這裡 最後一條問題 就是 想問一下 導演剛剛也有提及 可能你剛才拍攝 還有些位置 有些技術 你覺得是不成熟的 那你最不滿意 或者如果再拍一次 你想改變什麼地方呢 沒有這樣想過 我每拍一部電影 我都不回頭看的 這次是 沒有法指 就是因為 因為 我要自己做一個修復版 所以我就要從頭到尾看過 我覺得人真的沒有回頭 因為 儘管我覺得 我用那些鏡頭 其實就是很簡單 很基本的 就是 Y shot 2 shot 連track shot 都是最厲害的 就是從二樓降到地爐 那個 shot 就是我傳氣最威武的 shot 或者我最威武 就是跑上橋 我自己就覺得 那時候這樣的想法 都挺有趣的 但是當然是沒有我後來的戲 那個技巧上那麼成熟 但是好像我剛才說 就是你 有時你經常玩到那些技巧很漂亮 或者那些鏡頭很花巧 或者那些顏色很完美 或者還不是很適合這個戲 因為這個是很純情很純真很簡單的戲 是用回簡單的方法 用一個直接的心情去拍的 所以我從來沒有想過 這套戲如果我再拍會怎樣 我完全想像不到 因為人物時地 扭入都不是這樣 我已經不是這樣的情懷了 就不要再回頭想 好像張永發說 扔掉的東西就不要扭轉 看回頭 好心 這樣 我覺得在創作上 應該是一個挺有趣的問題 尤其是我們經常被人問這些問題 我們看回所謂 Remaker 或者是某些 其實是重新創作的 很簡單 紅金堡有很多人 跟他講 他很厲害的那部戲叫《敗家仔》 大家都叫他 叫他 叫他 你們別這麼傻 我是三毛 我都不會拍 怎麼自己重新拍一場戲 所以你說會改 我們看到那些 黑澤民的七合四二里 那些鬼佬都夠膽死來改 他改的叫做七合防救治 Magnificent Seven 完全他一定要改裡面的東西 他不能這樣跟著拍 人家 你只是重拍一場 在二樓 在上高 Crain Down下來 法仔這樣聽著他唱歌嗎 自己想不就打爛陣了吧 為什麼要做這些東西呢 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 所以我們看很多remake的戲 就是重新 Magnificent Seven 後來又再拍一次 不知用什麼心情去看 心情是說你不要記住以前那部戲 第一 如果以前那部戲 如果不行 你怎麼會拍remake 對不對 所以有一句話說得很對 那個作品本身有他的生命 你不要搞他 就這麼簡單 我是做編輯出身的寫文的 都一樣的 我們自己看自己的文 你看金融改他的小說改得如何 你就知道 我問過柴叔叔的 我當然不同意了 你問我 我認為擅改歷史的 你問我 尤其是柴叔叔自己改 那我當然不敢出聲 始終是 阿叔 背 我就說 喂 你別問我了 我是那些首舊派 當然那些缺點 但是那個原味 我唯有 所有版本都唯有 唯有 但是 有些改的 那些 不同意 就是 很難說 我覺得 一個創作品 你給 你給北加索 你給梵高重新 你叫梵高重新 Stary Stary Night 不要搞他 是不是 我覺得是這樣 他們很多時候被人問他 叫他重拍的 是 我都覺得 任何一部 所謂作品 其實都是 他最 自然的時候 最粗糙的時候 最真實的時候 那個階段 是最好的 你事後再Polish他 加上一些技巧上的輔助 加上一些金錢的堆砌 其實未必是最好的 往往更差 等於我覺得 沒有人翻上Beatles 就好多個Beatles 有時候 我聽到John Lennon 有一個走音 但他就照耀 所以我就喜歡這個 我覺得是無謂的 你不就要用到 盲盒 我們小孩子看盲盒聽聲劍 聖身大狼 盲盲盒 北野武 和你做一場歌舞 你吹唱 是不是 你要高到 高手才行 你得野武 你不要搞 不是就 你不就去到這樣 如果不然 你就 哪有人敢拍《Godfather》再來 你叫什麼 Copola都不用 加上我們的記憶 加上我們的記憶 和我們的期望 和我們對演員的那種 那種心情 不能再搞 這些經典事情 會死的 真的 是啊 好 剛才已經最後一個問題 是 那我們看看 最後家庭 現場觀眾 有沒有最後一個問題 是 白衣 白衣 謝謝 按照我上所知道 譬如九十年代初 就是興賣香港片 是賣片化的 當時的人都看見過 演員名 是什麼什麼 就已經是瘋狂地搶賣的 但是我不知道在八七年的時候 譬如秋天的童話 有沒有這樣的現象呢 如果沒有這樣的現象 會不會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阿辰先生 去負責賣埠 那就虧了一張 因為大家都想不到 是這麼厲害的 可以那個票房去到這麼高 那如果真的虧了一張 賣菜給東南亞那些埠 是全部 因為是一個Fat Fit 不是有MG 那就虧了 但是又會不會說 影響後邊那些文藝片呢 大家都可能 覺得有商機 那又搶一大輪 沒有啊 這些片你怎麼推銷 很坦白說 就算你是那時周韻發 這部戲拍攝的時候 他簽約我們公司那時 未曾有英雄本色 所以很便宜的 就算他去了 你不是拔槍 你不是做 你不是Slow Motion 但是咬著牙籤 火柴怎麼可以呢 這樣 文藝片 這些片 在傳統80年代 就算香港電影最輝煌的年代 他都不可 這些片種不是賣 不是可以Presel 可以事先賣的 賣浮 當然是賣不到的 唯有我們這些公司 就是 我們算是大公司 那我便搭來賣 我便搭來賣 我便說 你沒有這個 那便對不起 那這個 這部 這部 本來三百 我便四百 我便說 算了大哥 我當是那部 買貴一點 這部都不是爛片 你沒有 但你不單獨這樣做 是很困難的 這些的童話 台灣改了個名字 我想跳樓死去 但我不敢出聲 我聽說 那位大哥 我叫他 叫他 凹瑪 又叫我 我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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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他 我叫他 他叫他 我叫他 我叫他 他叫他 他叫他 這是一種 大哥 沒有槍 我叫他 大佬王家师姐 叫小虾米斗大瓊鱼 我是不是跳楼死了 大卖 那你有什么计算呢 天佬正传 叫天天升旗七 他们买了来 有他们市场的东西 这些戏是没有的 这类戏是什么 总之 但这部戏 《收尖的童话》 在台湾都很迷得 很迷作 他能进来就行了 你不进来就没得说 那是周远法 那是我剪的 那个预告 我剪得很无耻 我不敢给你们看 我剪了 飞鸟链路脈 那些好像 好像什么 中国同学会 什么什么 总之我剪得好像 撩猛打亨 那么 半厄的 那进来呢 是啊 我不敢给你们看的 这些预告不是他们剪 他们没得看的 我自己 我香港不用的嘛 大哥 我给了他们 要这样 但是呢 他进来又愁 他又说好看 但是如果这个叫秋天的童话 他说是什么 那是黄契祥 那是什么 那是比详响 我已经睡了 你 有毛病 他说是童话 不行不行不行 他说为什么 他说为什么 我问也不敢问为什么 我们香港在那里 已经很厉害了 那个年代 但是是笑片 動作片 什麼英雄本色 什麼東西 就不是什麼秋天的童話 秋天已經死了一半 還要童話 在日本 他們也有賣到日本的 日本又好賣 但又改了做誰在什麼地方愛上誰 買了那個Cavata 他就被人升級 因為很便宜 秋天的童話 他是新的 但你忘記了一間戲院演的 一間戲院也好賣 於是他就被人升級 一間戲院做了八個月 九個月 這個人就升了 我替他高興 但我什麼都沒得分 其實是 但我們做了朋友之後 但其實這個世界所有東西都是 怎麼說 有些優惠是很厚之後你才能看到的 你不是即時要看到現成的利益 自從我這個朋友Cavata 升了做producer之後 他就心存感激了 那年後我要拍宋家王朝的時候 就沒有錢了 沒有錢 香港全部都能賺一賺 演員又說大土 那時候又做不到 於是那些公司就全部都退出來 於是就到Cavata 就說我可不可以幫你 我現在做了producer 我給我們一些錢 日本那份我們出 於是他就 line up 了一半的日本錢 於是我才可以拍得整個宋家王朝 那我後來想 所有東西在現在或者是得不到的 你覺得很不值 或者你賣一號也沒有 或者每個人都好像自己賺了一大筆 你不要覺得不公平 或者有些好東西慢慢會滲出來 若干年後或者你會得到一些報酬都未頂 好 我們因為時間有限 但我們很感謝今天四位嘉賓來為我們做這個分享 好 我都乘機宣傳一下 就是我們這個影壇系列 其實下星期六我們還會放影《玻璃之城》 到時的影后壇 我們都會有網上直播 到時就可以再見一次兩位導演 沒有買票的朋友也可以上去我們 Visit Hong Kong Museum 悠遊香港博物館的Facebook page 就會找到直播連結 其實我們康民處這個新推出的娛樂頻道 還有很多其他精彩的節目 有興趣的觀眾也可以 按這個連結 或者在我們螢幕上的QR code 就可以找到的了 亦都呼籲大家可以追蹤我們香港電影資料館的YouTube頻道 最後我就要再推銷我們桌上這本書 因為其實上年我們有做一個德寶電影公司的主題展覽 亦都有推出這本專書 裡面除了《秋天的童話》之外 還有其他德寶電影的一些研究和訪問 我們是沒有實體書的 但各位亦都可以上去我們www.filmarchive.gov.hk 那裏就可以免費下載這本電子書 我們下星期六再和大家見面 多謝各位 好 得到 會 歡迎 很 會 會 會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